在母亲节前夕 新北市政府在四幅六楼大礼堂 举办112年度模范母亲表达大会 并由市长侯游一亲自颁证 57位模范母亲奖牌与金戒指 市长在支持的时候也表示 新北好妈妈多 也让这个城市变得更加祥和 新北市因为太多太多的好妈妈 让新北市更祥和 所以今天57位的模范母亲的代表 也是代表新北市的妈妈们 在母亲节再说一次 谢谢天前的妈妈 让我们新北市能够更享受 更充满爱 妈妈的一生对家庭无事奉献 有妈在家就在 有妈的人最幸福 市长还邀请现场的家属们 一起大声向获选的模范母亲 说出了这句最温馨的祝福话语 我们一起歌号一声 妈妈我爱你 这一次妈妈我爱你 谢谢天前的妈妈 谢谢 谢谢新北市长大人的祝福 新北今年模范母亲代表 其中新武太林等市区 分别由黄黄秋菊 以及李林监主等人获奖 陪同子女开心分享的这份荣耀 并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 母亲节快乐 黄黄秋菊女士 代表我们的模范母亲 让我们这些子女很开心 要祝妈妈母亲节快乐 在会场包括新中区医长 朱世荣及多位里长等民意人士 都到场向获选伟大妈妈们 献上祝贺 也不用提醒为人子女 对父母要及时行孝 更要懂得感恩父母亲的养育之恩 记者黄又贤新北市报道 阿姨 疚亡